我們就繼續拿走我們的單 因為我們最多就虧手續費嘛 就把這當一個最低的交易成本 就是手續費 你幾乎已經是零風險在這個市場上囉 我們今天就講我們主要的策略的部分 那策略的話我這邊分我們的 現在不是 有一個叫做布林戰隊的 那就是另外的布林群 對好 那我們策略的方式的話 我們會分進場點跟出場 布林看幾分比較好 看你想要持單多久 15分的話就大概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那5分的話大概 大概6根可以放吧 5分大概就半個小時 對 那盡量就是最少就看到5分就好 不要再看更小的 對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分進場跟出場 進場 進場的話有 10區的供點 多10區供點 那多策略供點 多策略的話就是不同交易策略 剛好在同一個點位 或是附近的點位可以做進場 那第三個是中軌加倉 那這只能做加倉 如果你們場上沒有倉位的話在中軌不要做操作 出場的話 我們會分貼著軌道 是一個 手中軌道 是一個 那結構性止策 然後跟一個 獨立的要做策略性保持 保銀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獲利 等我一下 好 那我們先來講我們的進場 進場就這三個 比較進階的策略方式 好我們先看到多時區供點 那這個供點是什麼點 是供止损點 今天當我們15分 跟 15分跟 1小時的止损點一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嘗試在15分鐘 做進場 然後在1小時的下軌道去做出場 然後基本上要看著旁邊做止音嗎 你可以預掛 但是還是會差一點點 就是 例如我在這邊這個位置去做進場 然後我可以去掛 這邊的中軌道去做出場 或者是這邊下軌道 這邊下軌道通常會比較難做 你去掛這個 開艙之後的中軌道附近 通常都可以做止 但如果你要到下軌道的話 時不時要看一下 例如你打15分的話 你可能 半個小時要看一下 兩根K棒左右會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是共止损點 我們就可以在15分的行情去做進場 然後在 1小時去做出場 我們可以先看 先看損益比 我們先看如果我們在15分做進場的話 在 1179 那 這是15分的進場點 那止损一樣在1194 好 那往下看 止益在1148 損益比大概兩倍 所以 就是我們的風險 例如這邊虧損是10u 賺就是賺20u 損益比大概兩倍 好 那我們看 1小時的話 1小時我們要突破上軌道收回 整根收回之後 再做進場 所以他進場在1168 止损一樣 1194 止损都是一樣的 好他下軌道 碰到出場的話是在 1111 1111 好那他的損益比 2.19 大約2.2 所以跟剛剛那張差不多 好那我們現在 止损點都一樣 都是1194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我們把 時區 結合進來的話 我們在 15分鐘 中 級別的做進場 我們剛才講說1179做進場 1179做進場 15分的進場 然後我們止损一樣在1194 不動 這時候我們移到 1小時的下軌道去做止益 的話就變 一樣是111 我們的損益比從 2 變成 4.5 那我們就可以在同樣的風險 例如都是虧10塊錢 然後我們原本只能賺20塊 那我們可以在同樣的風險下 賺到45塊 代表我們這筆交易 比較優秀 我們虧損 是10塊 獲利是45塊 然後我們的風險都是一模一樣的 卻可以放大我們的獲利 所以你 這一張單做起來 比前兩張都划算 大家有任何問題嗎 知道為什麼比較划算嗎 有人可以回答我一下嗎 好回答一下 知道怎麼為什麼比較划算 好因為兩倍嗎 距離比較遠 共用同一個止损位 進場找 好 等一下 那我們這邊還有一個 重點就是我們今天要可以轉時區的話 我們要去看 他今天下跌的動能有沒有變強 就是他下跌動能是不是很強 像這邊 他也是一個快速下跌 這時候我就會去轉時區 如果他是一個很 在這邊做震盪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去轉時區 今天他的動能比較強 這邊動能比較強 那甚至在一小時級別 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邊 快速跌下來之後 下一根直接跌破中軌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轉時區 所以主要是 第一個是我們要看我們的止损點是不是一樣的 第二個就是你的下跌 是盤整 還是一個快速下跌 你可以先看前面這幾根 我們直接看15分的話 前面這幾根就是一個比較快速的下跌 這邊空頭強勢 然後跌 跌到這一根 他開始 速度變快了 那這一根我就會確立我可以轉時區 我還沒打我的中軌道 但我可以確立這一根 我會去想去做我的轉時區 所以我們通常都直接去看他跌的快不快 你去看量的話有可能會被騙 你直接去看他 下跌的速度 下跌的速度 或者是他有沒有快速貫穿你的中軌道 對你就直接去看KBAN就好 快速貫穿 那這時候我們就去轉我們的 活力 那甚至在手中軌道也是類似的概念 你要去看他是不是一個快速的下跌 快速的下跌 好15分 止盈可以吃一小時的止盈 對 反正就是我們可以在同樣的風險下 獲得更大的獲利 對那這個是比較有技巧性的 還是需要一點經驗判斷 因為有時候跟 像有時候跟小班首講說 我們去看我們的量去下跌 或者是我們的速度 或是動能 這些就比較難 理解 移動套寶 我比較少 會去做移動套寶 因為我比較怕被戳掉 因為我們看一下15分這個 他就 碰到中軌這邊 接近中軌他就給你談一下 這邊可能就把你的 套寶吃掉了 我盡量會在 目標價到了 或是他這邊快速跌破了中軌之後 這一根快速跌下來 我可能才套寶在中軌道 如果你要去做套寶的話 過中線會加倉嗎 我覺得風險偏大 我不太會這樣做 我可能會把單拿久一點 但是我不會在中線直接去做加倉 對 好 我們看一下的話是 中線加倉 等一下我講說我中線加倉的方式 不太一樣 斜率有多少適合轉失區 你用斜率的話 通常都不準 因為你 用縮胖之後 你那個角度就不一樣了 所以就是看你大概K棒下跌速度多快 或是動能多強 你可以去跟前面的K棒的上漲速度去做比 前面如果是一個 前面可能漲五根 你這邊三根就跌下來了 那你就繼續拿著 你可以去跟前面的 上漲動能去做比較 好 然後我們講多策略的話 就是用不同交易方式 他們會在同一個或者是附近的進場點 那這樣子你就會有更多人去做這張空單 或是更多人去做這張多單 那這時候我們的勝率會比較高一點 畢竟資金比較多 大家都做同一個方向 好 那這邊的話是以維加斯通道的話 在價格去上傳維加斯通道 那往下走的時候會有一條12的過濾線 他只要被12壓制 他們就去做進場 所以我們就去關注維加斯 你去關注維加斯 那這邊打到維加斯之後 往下 收回 那這時候我們就去進場 那就一直往下跌 那這時候我們的進場勝率會比較高 那出場方式的話 我們這邊 這邊比較偏進場 出場方式你可以用守軌道 或者是去守中軌道 這邊主要是講進場 這個講進場 15分跟 1小時 5分大概半個小時 我大概會抓 要看行情波動 有時候4根就可以跑完 有時候可能要到8根 那有時候震比較久 可能要到10根 所以你要看一下波動 像最近的話 大概6根吧 平均大概6根就可以跑完 到上軌道 好 那這邊是下一個 第二張圖 那從左邊這個紅色箭頭來看 他一樣是打到維加斯 形成阻力之後往下回落 那收回通道內我們去做進場 那我們可以看到第二次還是測試在維加斯這邊也不會破 所以維加斯他其實有一個阻力的效果 他可以形成一個阻力 也可以在下面的話可以形成一個支撐 所以我們可以去試著讓我們的上軌道跟維加斯重合的時候 去做一些進場 那你的勝率會比較高 那以這張圖來看的話 後續的下跌獲利是蠻多的 好 那這個也是維加斯去測上面的 那上軌道跟維加斯重疊 然後就往下走 然後這邊又一個上軌道跟維加斯又重疊 然後往下回落 然後後面這個沒有碰到上軌道 那我們就不做 到最後面這邊 2060 這邊也是測維加斯 然後回落 所以在維加斯的情況下的話 你的勝率會比較高 但是你的獲利 可能不會到非常大 就可能一樣是我們原本的下軌道去做的指引 對 但是你的勝率會比較高 因為這時候維加斯的也會想進來做空 那你可以去找其他策略 如果跟布林有共點的話 那你也可以去操作看看 維加斯的部分 144169288338的通道碰到上軌都有差不多的參考點嗎 有 因為維加斯的這些價格帶 他是一個區間帶 所以在這個區間帶其實也蠻容易形成阻力的 那上軌道的話 他其實有時候也會被 打到有時候會動的比較強 那你動的不夠強就會回落 所以 他這邊容易形成阻力 那動能有可能會減弱 所以我們都會去做嘗試 但是要記得我們一定要等他回到通道內 動能減弱的時候去 做進場 不要一打到就直接做進場 好 中軌我們講加倉的話 要有底倉才能去做加倉 那 動一下 中軌做加倉的話 通常是 如果我們做上漲行情的話 他整個漲漲上去 我們要去 在回落的時候 如果他沒有破我們的中軌 我們再去做加倉 所以他是去測試中軌的支撐 現在去做加倉 跟剛剛講到的 我們今天有一個中軌 那他今天是從上面跌破下來 在這邊去做加倉 中軌道跌破後就做加倉 這個的概念不太一樣 一個是去測試他的支撐跟壓力 如果今天是做空的話 他跌破之後去測 測中軌道沒辦法突破再往下的話 你可以在中軌道去做加倉 當你做加倉之後 你原本可能開在這邊 我們假設是1塊 上漲到3塊 回落到2塊 那你現在 在2這個位置加倉 你要小於原本開倉的位 開倉 例如你原本開10u 你後面加倉最多 可能就是加可能5u左右 一半就好 那這時候你把你的止损移到這兩個的中間 那當你打到止损的時候 你還能有獲利 所以我們加倉的重點就是 不要有 虧損 你可以少賺但是不要因為加倉而虧錢 對所以 一加倉完就要做移動止损 你可以把你的止损價直接移到你 手這邊中軌 那這邊一定會有一個 一個K棒可能往下戳 然後第二根往上走 那你就把你所有的 止损價可能就移到這一根 針尖的下面一點點 對 那其實就像就是類似手中軌的效果 因為他打到你這個止损價格的話 其實他就把你的中軌打破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做加倉 順著行情做加倉 不要跌破就直接做加倉 讓他去測試他的支撐跟壓力的效果 我們再去做加倉 這樣子比較安全 然後在一個暴漲行情你也可以繼續拿下去 然後 對越開越少 因為如果你越開越大的話你的 均價會一直被往上拉 越靠近比較高的價格 冰差開單的話對就直接重開一單 對冰差他是每一張單都是分開的 對你就重開一張 對這個時候通常都是在一個 大暴漲行情或者是單邊趨勢特別 像你們這樣去做操作 去慢慢把你的獲利越滾越大 那這樣最大的好處是因為你用 你去守中軌你的止损會很近 你的風險是可控的 而且通常這樣子去加 你比較 不容易馬上就浮損很多 好 如果中軌你沒有找到適合的 你就往小一個級別的下軌去做 操作 例如你今天15分 你就去5分找5分的下軌道 碰到5分的下軌道去做進場 然後止损一樣就是我設最低點 好 以這一張圖來講的話是15分 我們就看到這邊是跑了一個連續行情 假設 我們只看到中間這顆 黑色K棒這邊 這邊都完全沒有得加倉 甚至我們往後看也完全沒有 可以中軌加倉的地方 這時候我們就嘗試我們去 下一個級別5分看看有沒有 可以加倉的位置 好 等一下 這根綠色的 就是 最左邊的綠色 最左邊這邊的綠色 好 所以我們看到 5分的話中間有一次加倉的位置 碰到下軌道 然後就收回了 那這時候我們止损就去守這邊的最低點 我們在這邊上來 這邊做測試往上走之後 我們就守這邊最低點 這邊進場守這邊最低點 那這時候我們把我們的止筍 這邊的止筍 往上拉 你可以嘗試守在他的下方一點點 或是直接守在這個位置 然後繼續往上走之後 那看你要用什麼出場方式 等一下會講到出場方式 試著把獲利拿大 那這邊出場方式的話我記得是15分 這邊比較 這邊是貼著軌道走 其實這邊中間都會出場 那我們等一下如果守中軌道可以拿比較久 或者是 更多出場方式 簡單講就是我們今天要加倉的話 在中軌道跟 小一個時區的下軌道去做加倉 是相對安全的 那你要進場把你獲利滾大 就這樣子去操作 而且你的止筍很近 對也比較不容易浮損 那如果你中間開可能在這個位置 或者是這邊有一些回撤的位置 就會比較擔心一點點 一開倉馬上就浮損 那如果你在布林的下軌道開倉的話 比較不容易馬上浮損 好那我們講到出場的方式 先問一下大家有沒有任 有沒有問題 對有問題的話我們現在問 那個剛剛進場的問題 進場的部分 好大家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邊就 講一下我們出場 會搭配量價嗎 我覺得不用這麼複雜 我們今天打布林不要這麼複雜 我們就 去守布林的三條線 我們 看我覺得就看動能吧 如果貼著軌道的話動能就真的比較強 加倉的止筍是兩單全出嗎 還是出加倉的那一單 看你的操作方式 我可能會只 看後市的預期吧 如果你想兩張全出是最安全的 如果你覺得後面還會漲的話 他只是輕輕點一下的話 你就先把底倉那一張 稍微止筍拉遠一點點 但是一定要 兩張都打到止筍的話 你還要有獲利 這是重點 重點是你兩張如果都止筍 還是要獲利 經常部分 對要收回軌道內 因為貼著軌道的話 他的動能會特別強 可能會貼著走 沒有收回軌道之前 都貼著走的機率非常大 箱體盤整可以 但是就是獲利也比較少一點點 我覺得箱體盤整 你想做可以做 不做的話 你可以等等看他的行情發動 或者是他箱體震盪區間如果很大 可能有2到3%的話 我覺得可以做做看 因為獲利還不錯 如果可能是只有一趴 再上下震盪的話 你的獲利可能就是只有0.5到0.6 比較少一點點 好 講到出場方式 出場方式如果他貼著我們的軌道 上軌道或下軌道 就代表那一方的動能特別強 動能特別強的話 走勢容易延續 在大多數的交易 都會這樣交 動能特別強 走勢會容易延續 好 我們再看到的話 我們的平倉 就是當我們的K棒離開我們的軌道可以做平倉 這時候 就會比我們只在上軌道做一 一碰到上軌道就平倉 的獲利大 那擴大獲利空間 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補損 或者是今天可能沒有貼著軌道走 最後你 變成少賺 那 這部分是我們一定要承受的 你想要 擴大你的獲利 一定要承受相應的風險 對 但是我們的風險 在 前面我們已經把最大風險控制好了 所以我覺得 頂多就是少賺了 我看一下 做5分或15分 看到上軌道 下軌道 上回上軌道 下軌道 就是出去之後回來 然後 再出去那根的最高點 或是最低點 反正就是抓軌道外面的最高點 或最低點 以最近的行情 如果你那邊剛好在盤整的話 通常會被戳掉 然後它再往上走 稍微復盤一下 你會看到15分很多這種 就是 例如比特幣 我最近被戳 可能就只被戳個 比特幣20點 比特幣6點 就比特幣6點 然後就戳到我的止损 然後就直接往下走 對 所以如果波動特別小的時候 你可以試著把止损再給他多一點點 對 但是都有可能被戳到 就是把你的 你要控制好你的止损範圍 打到你的止损範圍 你可以虧多少錢 把這 例如你今天是20點 20點的空間給他做止损 跟30點 的空間給他做止损 你打到止损 虧的錢 盡量要影響 把你的風險控制好 好 所以貼著軌道的話 等他離開 我們就去做平倉 好 以這樣子來講的話 我們到 上軌道去做平倉的話 我們大概是2.5%的獲利 那我們到 下一張 下一張如果我們 跑得非常快 可能在這一根紅K 你就跑掉了 或是這一根 疊下來才跑掉 那他大概是3%到5% 那就比原本的2.5%多 對5%的話就大概多了1倍 3%的話可能就多個1.5倍 所以可以放大你的獲利 對不過這邊有一個缺點就是你後面如果是真的 一路爆噴 他只是下來休息一下再往上噴的話 你會錯過這段行情 對 可是你這中間要去承受 往下這邊的回撤 可能原本賺5% 後來這邊可能變成3% 後來變成只賺2% 然後往上踩往上噴 如果你受不了的話你可能就平倉了 所以要選擇適合你的方式 我們今天講三個方式 選適合你的 好 守中軌的話 我們是看實體K 收線之後 跌破我們的中軌道 我們去做平倉 好 這是跟剛剛那一張的進場點是 一樣的 我記得是同一段行情 我們就可以從原本的5% 在這個位置 中間這個位置 5% 左右 破例道往上走 原本在這個位 這個位置 甚至在這個位置 這邊可能是5% 這邊大概 我記得3%多 算3.5好了 好 然後我們這邊 以手中軌的實體跌破的話 我們是在這根K棒去做平倉 他整根跌破了 跌破我們的中軌道 那你一定要等下收線 所以我們的 破例平倉大概在這個位置 所以大概是 8.7 如果平倉慢一點 可能就是8.5 但是你可以從5% 變成8.5 原本賺500u 你變成850u 這樣比較有感覺 500u好了 對 你就變850u 但是你 這邊承受的風險 還是一樣的 這邊承受的風險可能 這邊我沒拿損一筆 所以我不確定 這邊可能是 以比例來講大概是50吧 50到70吧 對 反正我們的虧損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可以從 350 350 變成500 就變成850 對 但他的缺點就是 我們中間還是有一些回落 然後這邊可能有回落 你原本可能浮盈很多 又有一些回落 甚至你在這個最高點 可能有10%的 浮盈 你要去手中軌道 想吃更高的獲利的話 那你這邊就有一個 2%的回撤 這是你要可以接受的 所以如果你很容易 被浮盈浮損影響的話 盡量不要用這個策略 因為這個策略很容易 你會覺得 我原本賺100 怎麼現在變60 然後現在又變200 可能變30 不會到30 變150 然後原本可能賺到400塊 浮盈400塊 然後最後平倉 只有300塊 你就覺得我少賺100塊 如果你容易被這樣子 影響的人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手中軌道這個方式 你可能就是以 通道 貼著軌道走 貼著軌道走的時候去做平倉 因為這樣子的回撤比較小一點 好那就這樣子 5% 變成 8.8 獲利 獲利增加 可是中間的風險還是會有 甚至在最高點 最高點平倉我覺得很難的 好 好 再來就是結構止損 前面兩個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我就去講結構止損的部分 好沒問題 結構止損的話 他重點就叫做 趨勢的改變 對 然後我們會知道我們在市場 我們可以簡單分成 上升趨勢 下降趨勢跟盤震 那我們就專注看上升跟下降 好 當他今天走出一個上升趨勢之後 我們就是 以我們講做多好了 他就是走一個上升趨勢 所以我們這樣子一個 高點下來 這邊高 低 高 低 所以每突破一個高點 來我們突破第一個高點囉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止损移到2 往低點1 突破到2 好 這邊往下跌的時候來這邊3出現了 第3 第3點 第2個高點 點3 然後往上突破 這邊突破之後 我們把我們的止损移到4這個位置 如果他今天還有往上走 例如這邊是5 這邊是6 當他這邊又突破5的時候 我們就把我們的止损移到6 那今天反轉下來之後打到6 那我們就做儲藏 所以我們是一直移動止损 去抓每一次 他只要做高點突破 我們就移到低點 高點突破我們就移到低點 好 如果不知道 趨勢改變怎麼判斷 簡單講 今天如果是一個上升趨勢 那就是一直去守他的最低點 他只要高點有突破 我們就一直去守他的低點 低點 低點 一路守上去 那如果做空的話就一樣 一個下跌 做空的話 今天一個下來 上去 下來 好 做空的話 我們今天一定是抓這邊去做止损 所以當 這邊是1 這邊是2 當他跌破1的時候 我們把止损移到2 然後跑出來 3 跌破3的時候 止损1到4 所以是一樣的 就是一直守在這個位置 當他反轉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這邊做平常 對 這樣子是我們去守我們的結構 上升的結構 下降的結構 他可以吃的很遠 對移動止损 他可以吃的很遠 可是缺點就是 有時候 浮雲的回撤有點多 我們看一下下一張圖 這是範例圖 好這邊是以太 我記得好像是最近這周的行徑 對如果我們純粹以結構來看的話 我們只用結構止损的話 我們不管 我們就先找到一個進場點 進場點上去之後 這邊 剛開始你可以試著把你一部分 倉位平掉 至少你會覺得 有賺到錢 例如你這邊就平掉你25%的倉位 或是20%的倉位 不要完全做白弓 因為我們要守結構的時候有可能下來就打止损了 這是有可能的 如果你今天要守結構的話 對那你現在下來再上去 這邊這個位置 那你止损就可以移到這 那這邊其實有布林的進場條件 所以你也可以考慮在這邊加一點倉位 你可能把原本的出掉的20% 你這邊如果出20% 你可能就把20%補回來 就算倒到止损 應該也是有賺 算起來應該是有算 好那 那這邊漲上去之後我們就把我們的止损移到這個位置 我們把它叫2好了 好他這邊又一個回落 這邊3 這邊4 然後往上漲突破了3 所以我們這止损到4 好然後又往下走 所以5出來了 高點 然後往上走突破之後 6就出來了 一樣下來 上去 這邊突破了 這邊有戳過去 跳掉了 這邊戳過去一點點 我重劃過 這邊戳過去一點點 所以我們移到這個位置 所以他這邊回落 我們這邊做出場 所以我們的獲利可以從這邊 遲到這邊 可是你還是要承受一些回落的風險 像這一段就沒賺到 甚至你在一開始有可能直接打你的止损 所以我會建議你上來之後你可以先平掉一部分的長位 可能20% 25% 看每一個人 至少你不會虧到任何錢 因為往下打到你的最低點 這邊應該是夠你的獲利的 就是賺很少 但是你不會虧到錢 這就是去守結構 不只用布林 布林可以這樣做 你今天如果是打一些趨勢的膽 你也可以這樣去守你的結構 上升結構成形 你就去守你的上升結構 這樣就可以一直吃到很遠 那這邊頂多 趨勢改變可能就是一個盤整 那你就可以等下一次進場機會 或是直接下跌 那你也逃過於下跌 那手結構大家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進最後一個 都沒有轉折 那就是一路往上噴 可是 一定會有轉折 像這邊還是有轉折 對 就是他一路往上噴 還是有 出現轉折的機會 如果他一直噴噴噴到頂 然後就直接下來 那打到中軌你就出場吧 對但是如果這樣一直往上噴 打到中軌出場 你還是會有獲利的 對 就是看你用什麼方式去做 操作 對所以這個通常會有123 最少要有1點2點3點4點 你才會繼續操作他 可以嘗試看看 你今天想把獲利拿遠一點的話 你在一個很漂亮的位置開 你可以嘗試著把它拿久一點 好另外的話就是 策略性的指引 就是保持我們有一定的獲利 好 那以這邊來講的話 這張圖 這張圖 我們在 這一根 幾乎快看不到這一根的下一根做進場 所以我們的進場點在 這邊 就是這條灰色線這邊這個位置 在進場點之後我會去直接拉1比1 把1比1拉出來 這時候確定就是 我打到止盈 賺10塊 我打到止損 虧10塊 1比1 好 在這種情形下的話 我們用100好了 算好了 打到止盈 賺100 打到止損 虧100 這個時候 打到我們的 這個位置 1比1這個位置 我們平掉我們50%的倉位 那這個時候我們是賺 50塊嘛 我們先不要算手續費 因為手續費不多 然後我們就 賺50塊嘛 好所以我們的倉位就只剩下一半 我們倉位只剩下我們的一半了 所以我現在打到我的止損 我虧多少 我虧50 所以這一張單 我 最多最多 我就是虧手續費 以這樣的方式最多我就虧手續費 這跟 你有福銀做套寶 有什麼不一樣 簡單講如果你今天有福銀做套寶的話 例如你今天上去 然後你就把它移到可能你的開倉價 上去之後早上去你就移到開倉價 直接打下來 打完你的開倉價 這時候你的倉位是0% 就是你沒有倉位了 後面的行情跟你完全沒有關係 後面的行情跟你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樣是虧手續費 所以我們手續費用 超超先代表好了 好你就是一樣虧手續費 那我用這個方式的話 我打到一樣是虧手續費 可是我還有50%的倉位 還在這個市場上 所以後面的行情有漲有跌都跟我還有關係 有漲的話我還是賺得到錢 那跟你直接做套寶 後面的行情跟你完全沒有關係 這在 獲利上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 我們今天就是現在1比1的部分 先平掉我們一半的倉位 這個時候打到我們的止損 打到我們的止損 就不會有任何 就是 虧手續費而已 打到止損虧手續費而已 對就不會有太多的虧損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繼續拿著我們的單 因為我們最多就虧手續費 就把這當一個最低的交易成本 就是手續費 你幾乎已經是零風險在這個市場上了 好 當他走出我們1比1這個框架的時候 當他走出我們1比1這個框架的時候 這邊 走出來了 就是這一根 WK 他整個走出來了 這個時候 然後 我們再把我們的止損移到開唱架 移到這個位置 所以 我們也寫個 圈圈 好 所以我們這邊這個位置 是我們50%的倉位 我們還剩下50%在這個市場上 50%的倉位 所以今天如果再上去又下來打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賺我們原本已經平掉的50u 這個是已經平倉的了 我們剛才1比1就平了嘛 所以我們最少可以賺這個50u 下來打到我們的這邊 賺50u 好沒打到我們就繼續拿著嘛 OK嗎我們就繼續拿著 好我們繼續拿著之後 然後我們再繼續 點下一張 好 下一張如果我們用 守著我們的 軌道走的話 這邊 從 這根 這根 我們就去守著嘛 都沒有疊 都沒有疊 我們現在在開唱架 這個位置 是我們的開唱架 都沒有疊 那我們就去拿著 回落到我們的通道內了 平倉 所以我們這邊賺多少 4.9% 我們算他5%好了 甚至我們去守著我們的中軌道 這邊都沒有破中軌道 都沒有破 這邊破了 這邊破中軌道 我們去做平倉 我這邊抓收縣的最低點 大概是9.4% 我們算9%好了 所以我們原本那一張 我們已經有50u 已經做平倉了 那我們又透過這個 接近只有虧手續費的風險 潛在我們可以賺到250u 甚至到450u 你這邊承受的風險 只有什麼 虧手續費而已 所以你的壓力非常非常低 甚至如果你今天中間 你覺得累了 你想平倉了 任何時刻去平倉 你都還是有獲利的狀態下 因為你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你已經先賺50u了 你又把你的止损移到你的開倉價了 打下來我最少還賺50u 再扣掉手續費 可能還有個 49u 這時候你的心理壓力會特別小 但是這一個方式的話 就是他至少要走到1比1 如果他今天沒走到1比1 就打你止损 你就沒辦法操作 對有任何問題嗎 維加斯的BX 電腦版 電腦版的話 他是接tendmue進去 你就打 EMA 你就可以設定EMA線 然後 然後維加斯 我教你設定好了 我先開一下我冰叉 大家有問題先幫我打一下 我先等一下我冰叉 只有兩條 你可以加很多條 好 等一下我教你 我先回答問題 我冰叉來登入 支撐壓力來進場 與否 支撐壓力你說水平的還是斜的 有些人也說斜的 他趨勢線說是支撐壓力 你去外面上課你會知道 有些老師這樣講 好 小幣也適用嗎 小幣可以 小幣也可以 只是他波動比較大 要小心一點 突破變盤整 結構那邊如果變盤整的話 看一下 結構這邊做盤整震盪的話 我會平常 對 但是或者是我今天去 套一個我有獲利的地方感覺不會被打到 如果以這張圖來看的話 假設 他這邊去做盤整震盪 上去下來 然後這邊去做盤整震盪 那我可能就去守他這邊中軌回落這邊的低點 或者是我在上去下來之後這邊開場 我可能就去守他開場架 我就不要把我的止损原本是在可能在低一點點的位置 我就直接去守 我今天 欸不對開場在這邊 好 那我們就去守他開場回落下來這個低點 如果他震震震震震震震 或者直接打到我就出場 虧也虧不了多少錢 大概是這樣子 通常都是觀察 然後可能去守一個低點 如果想要吃大段的震盪一定是去守一個低點 像我們最近的量化在跑 然後一直在震盪 就想把它平掉 結果最後他還是賺錢的 還好我們去平他 好 那我先 給一下 好這邊有一個指標 指標點開 打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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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條線 7284 144 169 好水平 進場水平或支撐 布林如果有時候是打 短時區震盪的話你 壓力支撐 他有可能用針監去戳 戳破 然後 你就只贏了 那你就不用 付費板才能4個指標 冰差有付費板嗎 不是都一樣嗎 這是冰差欸 對這冰差這冰差 對對對 打EMA TrendingView沒看到 TrendingView 等一下 TrendingView 我拉一下 Trending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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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 腳本 找一下應該蠻多個的 像這個EMAS 它這不能調數值 你就去找EMA系列的 然后有些点到第一个他可以调参数的就可以了 然后 如果直接打维加斯爆也没有 好像都偏从你用EMA自己加好了 就是他EMA有些是可以做调整 精准度 那个 你说指标的精准度吗 还是什么精准度 指标的精准度 EMA吗 这应该是看小数点多少吧 你就用预设就好了 你就用预设就好了 预设为2 你说布林吗 还是什么 冰差的有预设为2 太少用 太少用 EMA EMA E&A没有吧 我这边没有东西可以调 冰差E&A没有得调 我只有看到布林有得调 我的E&A没东西可以调 没有 没有精准度 我按设定没有 你等一下再群组 再搭群LINE我一下好了 我们再看看怎么跳 好爱丽丝发了讯号群的 那大家帮我填一下资料 那我们等一下再 抽 那个体验 1小时的支撑压力区间 你5分跟15分的话 他可以在压力区间做震荡 一样可以做止盈 跟 那MACD跟量的话 你可以搭配看看 你可以搭配看看 对 我自己不看MACD 那量的话 量的话我觉得 币圈的量 参考就好 不要把它当主要的 因为量可以做 冰差的UID 对我刚刚有点到的 帮我留音UID 然后 那个表单也帮我填一下 那个是要抽 讯号群的 挂单量会比较准吗 做单后配合价位挂单量 我简单讲 挂单量你只能看 最近的价格 最接近你的价格 例如你现在在 现在是1560 1560大概只能上下抓20 你在抓更远的话 他随时都有可能测单 所以量挂单量我不太喜欢看 那明天 冰差的那个老师好像是讲订单流 那你可以听听看 他对挂单量啊 订单抢啊 或是订单快的见解 对那还有IG分享 抽5个吧 我记得 抽那个 震惊 20U震惊 不无销布 20U你厉害的话 你也可以打个300% 20U 好像可以开10倍还是20倍 我不确定 好像 好像是10倍 然后要看币种 比特可以 有些是比特可以开20 小币只能开10 就是那种 特别小的小币 对 那正经的话是24小时会平仓 开仓后的24小时内会平仓 对那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些人可能开仓了就不管他 然后可能最后到24小时 可能中间不赢可能70% 然后最后平仓可能剩20% 假设到斐波0.236会等级飞考 议 空单进场 你说你还在那边做空喔 有点刺激耶 你这边做空 我觉得还蛮危险的 这个价位 1600 除非出现空头墙是在这附近吧 不然我不敢做 也是从1640 1640起涨 236 啊 等一下 1640 1640 为什么1640 哦1640 这里 1640 请输入你在时事交易社群在哪搜寻 就是我们的那个社群啊 就是我们的那个社群啊 在时事的大群 236画起张点到640 你要不要发图给到大群讨论 或者是你有在小的布林群 因为我现在听不太懂 不过以这样子的行情啦 我是不敢做空啦 我简单跟你们讲就是 这边是一个超快速上涨 然后跌又跌不多 又一个快速上涨 又下跌 还跌不破前低 这边又一个是快速上涨 然后这边下跌虽然快 可是还没有跌到他的 大概跌到一半而已 再一半多一点 那这边是震荡走 可是以前面的多头都这么强 做空胜率可能会比较低 因为看这边是暴涨 暴涨 这边又暴涨 这边1234 4根上来1234567 至少10根还没涨过 所以你去做空的话 比较危险 对就是尽量不要直接去做空 你要等他的条件出来 再去做操作 有形态或者是有一个相对空头强势 再去做 或者是一个可能 跑一个假突破吧 达到1.13 这边1650 这边如果出现一根空头强势 再试着去操作吧 不然都有点太猜了 对啊 低点越来越高嘛 他还是一个上升趋势 尤其是又是一个 动能强到大家都看不懂的上升趋势 一看一小时 这边喷上来喷上来 每一根喷都只要3根就上来了 这样才不到4个小时 然后喷了快10% 很可怕 你的那张逆风单 不就现在快要止损了 不对应该说快要套保了 开的点会很漂亮 可是 承受的回撤也不小 这边做0.236 呃 这个斐波的画法 应该说 这边你说他是起掌 你倒不如把它往下拉到12多 因为 你这边其实有点像中继 然后再做一个 往上走 那我觉得整段漂亮的趋势的话 你可能从12多去拉会更漂亮 对就是从12多你去拉 你会整个上去会比较漂亮了 以斐波来讲的话 去抓一个趋势的 一个趋势段去抓 对啊 你看1260这边 那你会去做236 你就想去拆ending 可是ending 你今天没有一个空头强势 或者是在那边做震荡盘振 我真的觉得偏危险了 像如果今天有那种自然交易法 自然交易理论那一派 他们就跟你说 0.786只要有效徒付的话 直接在1.13做指引 就直接打上去了 对 所以就是 如果你想拆就 仓位小一点点 不要用大仓去做 会有点刺激 对所以我刚才提到大概 可以试试看 去抓1.13 如果出一个空头强势的话 可以去介入看看 但是仓位也不要太大 因为偏逆势 都没有问题的话就下课了